大家好,欢迎收看,冒声说 今天我们来聊聊,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协议时 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 对赌协议本质,就是投资方对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风险修正 说点人话,阿石是投行精英,除了有钱就是有钱 老王是拍电影的,对着阿石一顿吹嘘 说我之前拍的电影取得了惊人的票房,给投资人赚了很多钱 现在要新拍一部,你给我投点,到时候肯定能帮你赚钱 阿石只懂财务数据,对于电影一窍不通 想投资老王,又担心他牛皮吹上天 就跟老王说,钱我投了,但是我们要再签个协议 你这部电影要保证十亿的票房,没达到的话 你就把我投的钱都还给我 简而言之就是票房不够 老王来凑,这个协议就是对赌协议 肯定有朋友会有疑问,这么不公平的对赌协议 为什么还要签 对于老王来说,他除了这个办法 其他的都搞不到钱 对于一个把拍电影看作自己生命的人来说 为了信仰他愿意 同时他也相信自己拍的电影 肯定能有一个不错的票房 对于阿石来说,是不是有了对赌协议就真的没风险 其实也不是的 有些行业不确定心巨大 比如电影,投了一亿,最后票房一亿都不到 你肯定会想,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反正协议都写清楚了,老王会把钱还给我 但是,现实生活中 答应,还钱和还得起是两码事 老王如果真有其他办法 一开始为什么要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 如果不能通过所投标的赚钱 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是 阿石从老王身上多少拿回来一点 但很难弥补回之前投出去的所有 聊点八卦 影视行业因为信息高度不对称 签对赌协议的特别多 一个明星最后成为资本 一般都跨过了对赌协议,接受了资本的洗礼 很多明星都会自己开公司 前期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才能去培养更多的练习生 涉猎更多的项目 资本愿意投钱给你 都会签一个对赌协议 条款就像是公司给你定的KPI 没达到就还钱 明星自己开的公司 又会对他自己这一部分产出 依赖特别严重 为了完成资方给他定下的KPI 就只能在一段时间拼命地工作 有活就接,是电影就拍 完全不挑 所以,你如果看到某一个明星 在某一段时间特别拼命 拍的电影和他之前的大相径庭 那他背后一般都背了对赌协议 如果哪天他又突然变得开始挑活了 那可能他的对赌协议大概率完成了 他已经成为了资本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